南瓜湯 南瓜湯大家喝得多 今天要教大家做一個全素Vegan的南瓜忌廉湯 平時南瓜湯我們會加忌廉 但如果我們不加忌廉的話 你是一個全素Vegan的人 即是說雞蛋和奶都不能吃的話 那可以怎樣做呢 答案就是它 營養超級豐富的椰菜花 將它煮好之後就會有一個忌廉的效果 我們今天做這個南瓜湯 其實非常非常簡單 但很好吃 而且如果你要減肥的話 這個就真的幫到手 因為它有飽肚 又有營養 又有多纖維 南瓜我們不用太多的 這些是街市買回來的南瓜 通常我會買一部分 這一種是中國的南瓜 即是這樣肥 然後這樣 這一種南瓜煲湯 甜味是很高的 而且它會很容易軟 譬如說日本南瓜 我會覺得它用來炆菜 用來煮南瓜 用來煮南瓜 這樣會比較適合 南瓜裡面這個狼 基本上你不能用匙羹把它刮走 如果刮走的話 這個南瓜就會沒有味 因為南瓜的香味 大部分都是來自這個狼 我們只要把裡面的核 撈出來 就像一個網 那樣的南瓜狼 就要保留它 而且這些南瓜種子 你可以炒 可以焗 然後剝出來吃 可以放進湯裡 甚至乎 你用來種都可以 然後我們把南瓜切成小粒 因為切小粒的話 它就會很快就會煮軟 南瓜的皮其實很有營養 所以我們其實不需要把它的皮披走 但就要洗乾淨 因為南瓜都是貼在地上生的植物 即是它爛地 如果你上面看到有泥的話 你就洗走它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這邊我們預備一個鍋 加少許油進去 煮南瓜一定要加油 這個湯基本上 其實你不下油也可以的 最後一樣做到的 為什麼要下油呢 就是因為南瓜裡面的營養 是油溶性的 如果你不下油的話 你就會吸收得不太好 好 接著我們就可以 逐樣逐樣的材料切下去 洋蔥我們要半個就夠了 然後大蔥 大蔥我們基本上只要白色的部分 另外一個主角 椰菜花 椰菜花我們要把它洗乾淨 因為中間可能會有些蟲 或者有些不知什麼的髒東西 椰菜花我們把它切得細粒 還是讓它快點軟 調味料方面 我會加上黃薑粉和丁香 黃薑粉其實是一種超級食物 裡面有很多很有益的元素 而且可以抗癌 基本上很多新派的素食食譜 都會加上黃薑粉 而丁香呢 它有個很好的香味 但一定不可以多 因為丁香呢 其實它是會肚餓的 如果你吃得太多的話 基本上如果一鍋湯的話 兩三支已經很夠了 或者你可以用丁香粉 炒到差不多了之後 我們就加水 基本上水蓋過食材就可以了 等它煮滾了之後 將它用中火煮大約十分鐘 煮到所有食材都淋了 一會兒就可以攪碎 打到它滑 這樣就可以成為一個忌廉南瓜糠 煮了十分鐘之後 看看 你看到南瓜呢 已經淋了 其實就已經可以了 我們就可以用這些攪拌 攪拌滑 如果你沒有攪拌 把攪拌放在一棟攪拌機上 攪拌了 就可以了 攪拌到什麼時候才完成呢 就是攪拌到它滑 其實你會看到 現在裡面 還有一些椰菜花和南瓜的肉粒在裡面 攪拌下去的時候 你會聽到 攪拌到一棟攪拌 那一棟攪拌的聲音 即是說食材還沒有攪拌 攪拌滑了 吃起來真的好吃很多 所以這個時間 就不能節省 給點心思 攪拌一下 如果你覺得它太稠的話 其實你可以適量地 加一點熱水 令到它稀一點 好了 攪拌到它滑 其實基本上這個湯已經完成了 最後呢 我會加一點鹽去調味 那由於 其實每個人對於鹹味有不同的喜好 通常呢 我會請人家吃飯的時候 會放鹽在這裡 讓他們自己下 那我加一點鹽在上面 然後 加上這個 這個是粉紅胡椒 英文叫做Pink Peppercorn 這個Pink Peppercorn 其實它有個很香的胡椒香味 但是呢 其實它沒有白胡椒 黑胡椒 那麼辣的 基本上它是甜甜的 這個味道 放進去 它的樣子就很漂亮了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Vegan的南瓜湯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都會嘗嘗